現在晚上的7點42分 目前人在 手金帽這邊 下一站準備要去北京的豐台站 這趟旅程的話是要去徐州 倒豐台站 距離發車時間還有23分鐘 時間還夠慢慢來 前面這邊往前走就是豐台站 蠻快的而且也很方便 這是2022年剛開通的 這個站最主要是蘇解北京西站的這個壓力吧 刻意跳瓶子來 人應該不多啊 安檢應該不用過多久 好 過去了 還行啊晚上的不到8點 這裡的人排隊的很少 4個安檢口都開了 走了 謝謝 台灣居民居住陣 刷卡過去 過了 非常快速 根本就沒有等 這邊上去就可以去找地方 應該已經開始檢票了 現在的時間是 7點51分 是不是我下地鐵 然後走上來速度非常快 今天的時間是晚上的8點 零 7分 的車 然後現在已經在廣播啦 說 檢票入口改了 改在後面這個 7壁這裡 這次出來沒準備吃的 我去後面這個 便利店這邊 弄個水 弄方便麵 戴在身上好了 看一下拿什麼 吃個方便麵 酸奶 飲料 酸奶 找一放 這裡貨好像不是很夠啊 方便麵沒多少 就蓋叫飯 一個湯達人 這一個湯達人 要12塊錢一桶 算 放心 不吃 拿著我的台灣居民居住陣 在這邊從車 到 連雲港東達 已經在檢票了 刷卡進去了 過來 這邊是在 12車廂啊 12車廂都是 硬座 我原本是要做硬座去 票都買了 但是最後給退了 又換了一張硬末 大家猜 這是為什麼呢 到了 這就是 8號車廂 就準備從這邊進去 然後 今天要搭的這台車呢 是 快 就是K的意思 D613 然後從 北京豐台站到 經過徐州 到連雲港 1號上鋪啊 行謝謝啊 感謝 進來啦 8號車廂 1號上鋪啊 這走到頭啊 因為是在1號 這裡已經到9了 這裡是7跟8 結果一下啊 結果一下啊 結果一下下 還挺好啊 不好意思 就在這裡 撞到頭了 不知道幹嘛 這上鋪啊 上鋪 是最便宜的 然後第二便宜的是 中鋪 然後倒數是 下鋪吧 現在來錄製 台灣好耶 在北京開直播啊 我是在 2023年的 10月24號 也就是錄製這條 視頻的隔一天 然後在 抖音上面 就是正式 這個實名證證通過啦 要是有 Bilibili的網友的話 我想跟Bilibili的網友說 我是目前是沒有辦法在 Bilibili上直播的 所以未來 我也許會用那個 尚未書的那個號 在上面直播這樣子啊 現在剛開而已 是不是 看到嗎 粉絲風雨人聲來了啊 哈囉 現在目前 是在 準備要去 徐州的路上啊 有粉絲問了啊 就是說現在這在哪裡 我現在要去徐州啊 在火車上面 這是 臥鋪啊 是不是 在外面 臥鋪 現在又直播 然後又在拍視頻啦 對對對 哈囉 哈囉 因為我等一下可能 就是 在出發 離開北京 之後可能就沒信號了吧 我也不知道 最近不是剛 搞上能直播嗎 其實我在微博上可以 但是微博粉絲比較少 所以我就 我就 基本上就想說 看看能不能盡可能的在 粉絲多一點的地方直播 比如說是Bidi Bidi 或者是說是在這個 抖音西瓜跟頭條 這麼晚去徐州 對啊 我今天是坐 快1613的車 現在在上鋪 然後 到徐州的話 大概是 明天早上6點53分吧 車子開了 要是沒信號 估計就關了 這有粉絲在 看著我直播 小君說這麼快 剛剛6點15分 還在做飯 現在上火車了 對啊 是的 沒錯 是的 然後我剛剛 是在7點多一點出發的吧 因為我是在 大鴻門這附近 去豐台車站的話 大概2030分鐘就到了 徐州什麼業務 去徐州把我的營業指導增向 是不是 這很特別 又在錄視頻 又在直播 所以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 我是在 嗶哩嗶哩上面沒有辦法直播 所以呢 如果是 有嗶哩嗶哩的觀眾之後 看到我這條視頻的話呢 你們可以考慮來 抖音 頭條或者是 西瓜視頻這邊關注我 或者是說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我的那個 我們的新帳號 叫做 三味書屋 關注一下三味書屋這個號 我之後 會一個禮拜 會找個一兩天 在三味書屋上面 呃 嗶哩嗶哩還有西瓜視頻 頭條上面去 做直播這樣子 這邊有個網友說 不進洞梅市 我以為 我以為是 那個 什麼洞庭湖之類的 原來是 不進寒洞梅市 吞叔叔說了 吞叔叔 準備 明天一星期四 晚上 就去西安快閃 滿爽的 去玩四天 台灣歌手劉若英 祖籍是湖南人 回過湖南 我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的祖籍是 不住高鐵 做 臥富省錢啊 在上面睡一覺隔天就到了 是不是 多爽啊 好耶還送外賣嗎 你是不是 是不是一直有人 感覺我直播了兩天 然後這應該是第四場 第五場 大家都說 好耶送不送外賣 最近的話可能會送的少一點 因為最近的活比較多 很多工作還沒做 還有視頻還沒剪 還有我還得去找一下我的那個拍婚紗的一直在找 你們要是有北京 天津還有 河北這邊的婚紗 睡飲的 可以推薦給我 已經很多人給我推薦給我 我還在 還在整理當中 然後我還會去拜訪一下 這樣子 有這麼冷嗎 其實還好 呃 徐州的話 是 低溫是在13度吧 吃飯了沒帥哥 今天是吃完 然後趕緊再出來 忙不過來 忙不過來 台灣作曲家 瓊瑤也是湖南人 哇塞 大家都很有文化耶 你平時拍視頻就用這個嗎 對對對就是我現在手上拿了這個 你過兩天可能就會看到我在 錄製相關的視頻 剛剛日本是睡在上面 然後 開了直播 開了一下下 腰 實在是停不起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下來下面做一下 現在是晚上的9點27分 我還在抖音西瓜跟頭條上面直播 逼逼逼逼是播不了的 然後 把這個西瓜給吃了 把這個西瓜給吃了我就下播了 下播我就回上去上面 現在到了晚上 9點42分 這裡還在 弄直播 目前這邊已經到了 河北人秋站 西瓜 這個目測 有 大概是五分之一左右的西瓜吧 應該有四斤半左右 吃完了 現在很撐 來裝一點熱水啊 綠皮火車上的熱水 放一點點就好了 現在凌晨4點3 4點40分 好多車友不見了 這台車哪裡有充電的地方 看到嗎 那邊的位置就有 對 噢 我們去的話就那裡有一個吧 先充電一下 不注意 好 謝謝 還有兩個小時到徐州站 凌晨4點40分左右 還不到5點 檢查我一下我的床鋪 沒什麼東西漏了 因為我發現我2萬毫安的充電寶 昨天可能開直播還是什麼樣子 沒電啦 太誇張了 2萬毫安的充電寶居然這樣就沒電了 然後 這個車廂的話 裡面 是沒有 我是說我這個小房格裡面是沒有充電的位置的 然後我就想要離開我的這個窗戶 去找一個有充電的地方 把我的充電寶給稍微充一下 至少充兩個小時 這樣子我到了徐州州比較不會那麼被動 把電給充上去了 在這邊插頭 這邊一格電 是不是 太慘了 到站了 徐州站 手機還在充電 早上的 6點45分 到了到了 東西應該都帶了 準備下車了 徐州來了 謝謝 謝謝 好好 徐州徐州 到了 徐州站 出站囉 走 問一下行李寄存多少錢 一個書包存多少錢 大包10塊錢 一天是吧 對 謝謝 已經到徐州站了 就跟大家聊那麼多吧 到徐州了 接著在拍 就是 到徐州第一天的視頻 耳朵有點癢 沒洗澡 不對昨天洗 今天還沒洗 待會兒 最後一天 不斷 在拍 坐 走 走